系统备份 首先我们点下一步 找到系统管理 系统管理 输入密码520520确定 这有个资料备份 F2资料备份 然后我们点下一步 下一步 再点下一步 这里它会让你命一个名字 我们随便命一个名字 随便命一个名字 然后再点下一步 点OK 然后系统自动备份 自动备份的有卡内 进度它煮完以后 它会提示备份已成功 这时候我们一点确定 然后备份就已经备份到油盘了 我们下个月 我们下个月